嗨,大家好,我是欧吉桑,欢迎收看2022年4月8日的澳洲重点新闻 欧吉桑每日用中文报道生活在澳洲不能不知道的时事新闻 想要融入澳洲生活,那就赶快按下追踪或订阅哦 复活节就要到了,相信很多家庭都会购买复活节彩蛋来庆祝 但是大家要注意了,Kinder Surprise复活节彩蛋被爆出遭到了沙门氏菌污染 在英国有一名小女孩还因此住了院 目前澳洲已经紧急将这些遭到污染的产品紧急召回 好,关于澳洲的新冠疫情新闻 澳洲首席卫生官Paul Kelly表示 事实后停止报告每日新冠的死亡人数 应该要转向超额死亡的概念 超额死亡的定义就是在一段时间内 预计的死亡人数因为大流行病等事件而死亡的人数 与实际记录的死亡人数之间的差值 有数据跟指出 澳洲是全球仅有五个超额死亡率为负数的国家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疫苗接种率比较高 所以澳洲在疫情期间的死亡人数比往年的平均值更少 卫生官鼓励澳洲的民众继续接种新冠疫苗 才能获得最佳的保护 昨天下午距离墨尔本市中心 五公里处的Brunswick East 有一家批发工厂因为猛烈的大火被摧毁 火势蔓延到相邻的公寓 约约有十多人从周围的房屋中撤离 值得庆幸的是 这场火灾并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 好 以上是今天的澳洲重点新闻 我是奥吉桑 如果大家对澳洲留学、移民或生活 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们都可以问我 最后不要忘记关注或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才不会跟澳洲脱节哦